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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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杳童先生说 这些暴徒说他们只是针对某一些地方去攻击 但是他必须要想想 他纵火的时候周边全都是民居 全都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 另外也有些办事处不是在地上 是一楼 二楼 他们亦都弄烂了所有的玻璃窗 进去把所有的电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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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